第一屆基隆城市祈祷早餐会 会聚基隆基督教天主教众教会墓长 挤来自企业、医疗、教育等各界代表 齐聚祷告祝福 包括市长好友詹斯敦、白嘉丽主持人 国民党黄建廷秘书长 以及多位议员贵宾出席与会 希望以家庭城市观点出发 攜手打造有爱无爱的城市生活 我觉得今天是有一个很不同的意义的 我突然就想到合一这两个字 因为这是我们基隆市 这是自己办的第一个全市的城市祈祷早餐会 但是伯良希望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牧者 我们希望这只是第一届 我们还会有第二届、第三届 而且我们会办得更好、办得更大 然后我们让不只是基隆市 让更多的牧者一起来参与 大家说阿们吗 阿们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牧者 更多的弟兄姐妹来为基隆祷告 让神的爱可以更多的临到我们基隆来 那我们不断是在治理上 不但是在关怀上 不但是在施政上 我都相信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 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主啊你用你全能的命令托出这万有 今天我们众人齐心为基隆来祷告 主啊主啊我们看见 主啊天门就在基隆的上空打开了 神你的祝福就要浇灌下来 主啊主啊你要让你的仆人 谢市长领受上头来的智慧、权柄、能力 来治理这个城市 我们宣告一个突破 主啊即将要开始 一个突破就要发生 主啊你要高谋你的仆人谢市长 让他以敬虔治理 神啊你把他所求的加给他 把他没有求的你也多多的要加给他 主啊加给整个市府的团队 让整个市府团队同心合意 兴望上帝你的工作在基隆 主啊我们要宣告 主啊基隆是最有爱的城市 神你就是爱 基隆是最有神同在的城市 主啊我们要宣告 基隆是基督兴隆的城市 愿耶稣基督你的名被高举在这个城市之上 愿你光照基隆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愿基隆的神的荣光再现 充满在整个基隆这个城市 我们如此同心合意 为你的仆人还有为整个市府团队 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谢谢我们也请春节的会众可以坐下 请坐 请坐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我们渴望基隆能够成为最安全最有爱的城市 谢谢 谢国良市长感谢牧者为了基隆发展台湾未来的和平 甚至是亚太地区稳定生活共同祈祷 并表示这是首届基隆城市祈祷早餐会 期待未来能凝聚更多牧者参与祷告 让更多的爱来到基隆 在城市治理及关怀弱势等不同面向的领域 都能获得更多的祝福 来为基隆共同的祈祷 为了我们台湾未来的和平祈祷 甚至为了我们整个亚太地区 未来的整个稳定的生活 我相信天父上帝听到我们的祷告 必会垂怜我们 降福于基隆 也降福于台湾 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祥和的社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